政改方案命運月中就會揭曉 現在剩下兩個星期的時間 政府有甚麼王牌 令到方案可以起死回生 中央寸步不讓 政府手上可以出的王牌其實不多 唯有還原基本部 再次分批約見立法會議員 時間無多 其實政府今次都不會接見立法會全部的議員 只是會針對港明會反對的泛民議員 不過都不是每個人都有份 已經落實在同政府會面 包括民主黨、工黨、公民黨 以及民協的馮檢基等等 有不少政界中人都覺得很疑惑 為何政府開出的會面名單 沒有經常被指有機會華麗轉身的 幾名公民組別議員 其實我們都分別問過 莫乃光、梁繼昌和李國倫 他們都說未收到政改三人組的會面邀請 不過莫乃光已經說明了 即使收到邀請 都不會單人匹馬去 免得被形容為密室談判 其實政府在當初公布政改方案時放過風 說會爭取十多名泛民議員的支持政改 但是直到現在不止兩手皆空一票難求 連本來表明支持的建制派都可能會後欄失火 隨時走漏一張支持條 說的是有多次公開表明傾向反對方案的醫學界 就是梁家樓 政府都不敢怠慢 法官希望可以令到他回心轉移 譚志源更加公開點名 就說梁家樓是政府重點的遊說對象 短期之內會安排他和政府的高層會面 我們就打電話給梁家樓問他 他承認是收到政府的邀約 星期四就會和政府的官員會面 至於是見哪一個呢 他就說會面之後才交代 只是說如果是政改三人組的話 其實他已經見過很多次了 譚志源就說那個會面的官是政府高層 如果政務司司長都不夠高的話 特區政府還有些甚麼人呢 梁家樓不肯說 但我們都不敢亂猜 不過相信觀眾都心中有數